就是在其他補充範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範例檔 在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有一個叫進階 也是進階裡面 有一個叫做美日外匯行情 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裡面 那有一個範例檔跟程式嘛 那當然如果有時間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玩玩看 它主要是這樣 就是說它就是從聚恨網裡面 每天要去抓美元對各個幣 比如說對日元對歐元對英鎊等等的 有這麼多 然後呢它主要會有需要的部分是 總共幾個 幾個指數 這邊的話 它是外匯 總共有這幾個 當然第一個它把美元指數 歐元港元等等的 它就把它需要的部分 把它列出來 也是一樣列個清單 跟我們那個當日行情有點像 然後呢把需要的網址放在這邊 也是列出來 再來它需要怎麼樣 因為它每天需要做的事 就是說到那個網站裡面 把那一天的日期 然後收盤價 漲多少 然後開盤等等的 這些訊息呢 全部都要把它複製貼過來 它每天都要做一次 所以呢如果說它每天都要做一次的話 那是不是說它只要把它的那個複製貼上的動作變成一個連續的VBA 類似像這樣 它就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就是它就是把它需要的名稱跟它需要的網址先把它列出來 然後做什麼呢 就是把需要的動作全部都把它分解 那它就是想說 它接下來要做什麼 也許它裡面 它就要去比對一下 它打開來的這個 比如說美元指數 它那個美元指數的部分 裡面的話有需要的 這個先關掉好了 它需要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 這個 這個網址 比如它需要 打開來 你們可以從這個網址可以連結過來 那裡面的部分的話 它可能會遇到幾個問題 包含就是說原來的表格是縱向的 它要把資料把它改成橫向的 然後放成一列 放成一列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當然可以藉由程式部分 這個是它要的 記得好像是什麼 這個是 這樣子 一直到著收 那可是問題它貼過來的東西是 著收到這裡 OK 然後後面的下面的東西 這個 有沒有 是在哪裡呢 是在它的後面 但是它這個資料 在網頁上面是分成 兩段 這一段 跟這一段 如果說你要整個把這個table 複製下來的話 可能會有上面的欄位 名字還是什麼的吧 所以 你就要去思索說 你要的在這裡 你如何把你要的部分 把它留下來 不要的部分 把它刪掉 所以 它做的 我來試一下 基本上 這個程式碼在雲端上面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把它跑一下 然後它建立一個共用的一個 也是一樣 共用的程序 我把這邊註解一下 讓我們來跑一下 基本上 我來看一下怎麼抓了 第一個當然是把那個 兩個 一個是美元指數 它的網址傳過去 給我們共用的 給我們共用的 基本上共用的這個 截取 每日行情 它這個應該也是錄的 跟那個 我們之前的 邏輯是一模一樣 傳過來的話 就是 外匯的名稱 跟網址 過來之後的話 它就是 外匯 .slate 只能是那個工作表 所以工作表名稱 跟外匯的名稱 基本上是一樣 所以美元指數 它會先把它slate 先選取那個工作表 再來去網路上抓 基本上我有講過了 抓的 這邊有這麼多參數 其實好像有 大部分是不需要的 有沒有 有印象吧 有 所以 不過它可能 反正全部放上來 當然如果你覺得 有些不必要的 你就可以把它刪掉 或者把它註解掉 然後它去抓 抓網路資料 最後呢 就是refresh 這一行 抓下來之後的話 OK 可是抓下來之後 它放哪裡呢 它放在那個 它的al 我來看一下 基本上它抓下來了 不過你會發現 抓下來的資料呢 長的是這樣子 上面有這個東西 但是它要的只有下面 這一列 有沒有 OK 所以抓一個東西了 然後後面的還沒抓下來 所以它後面的話 繼續跑 with 在這第二段 所以它分兩段 先抓一個table 再抓第二個table 所以將來你可能要分析一下 然後分析結果可能是分了兩個table 所以它抓兩次 第二次 再把 右邊的部分 再抓下來了 那抓下來之後做什麼 它其實 抓了這一個 有沒有 實際上它抓了兩次嘛 第一次是抓這個表格 第二次是抓這個表格 但是它要的 只有什麼 只有那個 下面的部分 上面的不一樣 所以我就說 很簡單 你可以怎麼樣 把你現在所在的列 現在所在的列是第八列 那你把那一列 減一之後 把這一列整個刪掉就好了 它就是照做 後來它就 把它稍微改寫 那 改完之後 還有什麼 藍寬可能要調一下 所以基本上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它這個地方 後面再把 層次加上去 然後呢 它做什麼呢 A2 點 Slate Row 它先抓到那個 最下面那一列 這個是 最下面 最下面一列 點Slate 所以它選取什麼 選取最下面那一列 喔 它是先做什麼 先把最後一列 這比如說 最後一列怎麼抓呢 最後一列 Rows 刮鬍 最下面列8 點Slate 它就把最後列選取 OK 選了之後做什麼 把它稍微格序化 格式什麼呢 跟上面的一樣 所以它這個地方 字的顏色 字型 字的大小 還有呢相關的設定 不過它這些 應該是用 用錄製聚集 是有些地方 可以不需要這些 Endless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來Sales 全選 這個意思 Sales 會不會沒有嗎 就全選怎麼樣 全選之後 把它做 欄寬調整 因為現在欄寬 沒有自動調整 所以怎麼樣 把它全部 AutoFits 就可以了 來自動調調一下 再來怎麼樣呢 把那個 倒數第二列 這一列 上面這一列 delete了掉 就這一行 Rows 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用什麼 最下面一列 減1 點delete 就這麼簡單 OK 我們來看一下 delete 有沒有 就delete掉 OK 然後 再來它 還是什麼 若 C欄有資料 之最後一列 大於0 則 B欄之 最 什麼 最後一列 紅色 它好像是 一些格式 不過這個 我不太清楚 應該是什麼 它這個 漲疊的關係吧 也許漲疊比較一下 然後就把這個格式給做出來 做邏輯判斷 最後的話 選取 最後把這個邏輯判斷做一下 然後選取 A2 的最後一列 把這一列選起來做 End sub OK 它就選了 一樣的方式 再來就 歐元對美元 美元對港元 等等的 所以它就一次 全部直接執行 這樣子的話呢 它只要以後 做個按鈕按下去 全部的事情就搞定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他好像也是 好像有記得這個範例的同學是 好像 某一天那個放颱風架 他在家裡沒什麼事 就想說 不然就來試一下 就做完這件事情了 所以他現在上班 就直接按下去 事情就解決 他現在每天 就一直想說 有沒有什麼類似的方法 可以把它用在工作上面 以後的話呢 本來需要很麻煩的事情 一下子就變得比較簡單了 但是它其實還有進步空間 怎麼說 像這個地方 其實還可以再寫的 更簡單一點 就是自行的 相關的設定 其實這邊其實就 phone size 跟phone name而已 其他這些 Force 這幾個其實都可以刪掉 Underline這個沒有設定到 Color這個沒設定到 所以基本上 這起行都可以刪掉 程式就可以更簡短 OK 所以基本上這個我想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另外還有一個 額外的其他補充範例 就是 美日 外匯行情 但是他其實還寫的 還有一些進步空間 不過至少 他還是可以達到 預期的效果 可以把他 要做的效果 給做出來 所以他每次按一次 他就是 一筆記錄 從雲端上 就幫你抓下來 而且有這麼多資料 他就一次就做完 OK 這邊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美日外匯行情 這個範例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也可以了解一下 其實這個還蠻簡單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主要是 從那個 當日行情表 就Yahoo的那個 從網路上抓那個 股市資料 延伸出來 然後他是利用那個 聚亨網上面 聚亨網上面 所以基本上 聚亨網上面 好像還蠻多資料的 有外匯 好像還有什麼基金 全球股 全球股市的 全球的市場的相關資料 當然如果說你要把這些資料 統統抓到 Excel裡面來 的話 我想應該也都是 差不多的方法 OK 試試看 好